西方世界是合一进汉提出了游戏论 在游戏人的艺术中指出游戏是某个特定的事工中的自愿活动和实业 依照自觉接受并完全忠从的原则 有其自身的目标并拜紧张愉悦的感受和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 可见文化始终有某种游戏的成分与特性 抗游戏成分在文化中衰退是必危及整个社会的存亡 均衡论游戏论是他的文化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他的文化是研究据此展开来 对于历史与文化的关系 贺金一哈倾向于在两者之间画上等号 在他看来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 文化总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显现 文化与历史是一种形式 就借助后者这种形式才能阐明文化支撑的来龙群